林莎的剪影出来的时候 我真没想到她是丹珠啊 根据官方发布的角色介绍 林莎是罗浮的持民族 也就是龙人 她曾经以丹珠之名拜师求义 但是丹珠的师父却在那段时间陷入了政治斗争 随后就被流放了 丹珠当时也跟着师父一起远走 现在时局变动 她选择换了个名字回到罗浮 所以才有了林莎这个名字 之前的视频已经给大家伙说过 罗浮的丹顶寺坏掉了 整出了剑木重生这种大事 所以仙周联盟直接指派了林莎来当丹顶寺的私底 衣锦还乡了水师 但这些东西其实不是今天视频的重点 重点是她的名字丹珠 这个角色的名字显然取自崩坏三 甚至造型上都有一定的参考 虽然丹珠这个角色在崩坏三中不是主要角色 但她的戏份还是很多的 人设也很丰满 所以还是有必要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角色 在崩坏三中 地球存在两代主要的文明 一个是本世代文明 另一个就是存在于五万年前的前文明 两代文明都在对抗一种叫做崩坏的灾害 前文明虽然对抗失败遭受毁灭 但一小部分人却存活了下来 这其中就有丹珠 丹珠有一个姐姐叫做昌玄 在前文明 他们两姐妹原本是一个叫做梅比乌斯的科学家的助手 梅比乌斯擅长的科研领域是生命 这种和生命相关的研究 必然带来许多伦理和道德的问题 但在那个奸孝着奔赴死亡的年代 梅比乌斯的观念也是无可止在的 他虽然在很多事上都比较激进 但内心还是有柔弱的一面 比如梅比乌斯有一个叫做克莱因的助手 但克莱因在对抗崩坏的过程中死去了 梅比乌斯无法接受这件事 甚至想要复活克莱因 然而意识的消散是生命科学无法阻止的 他最终只造出了名叫克莱因的武装人偶 梅比乌斯意识到他复活不了克莱因 所以杜绝人偶克莱因做出和克莱因一样的选择 他持续地认为 人偶克莱因不应该活成真正的克莱因的样子 但人偶克莱因在了解了梅比乌斯后 竟然和真正的克莱因一样选择帮助梅比乌斯 这背后就有丹珠的助理 他给人偶克莱因写了一些拍马屁的话 让他练给梅比乌斯听 梅比乌斯当然不是傻子 马上就听出来是丹珠在后面推波助澜 但人偶克莱因的感情是真挚的 胆小的他在了解了梅比乌斯后 真的是自己决定帮助梅比乌斯去做了一些恐怖的实验 从这件事来看 当初虽然有的做法非常笨拙 却是很会照顾人的类型 可梅比乌斯的实验越来越疯狂 这导致当初和昌玄姐妹 最终梅人和梅比乌斯一同前行 这件事情的起因 要聊到本期视频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华 新称铁道中 先祝的云奇元帅华 应当就是这个角色的同位体 不过在崩坏3的前文明 华并不是什么如同元帅的领袖 他只是一名普通的战士 迷茫 愁畜 是那个时期华的标签 但他有一种幸运的体质 那就是梅比乌斯 无论在他身上做什么实验 他都能顺利重活下来 在文明崩溃之时 梅比乌斯疯狂的理念 也达到了顶峰 他想将幸存的人类 都转化为病毒一样的生命体 以此来对抗崩坏 这个想法的实施目标就是华 单猪的姐姐苍玄 作为助手 帮助梅比乌斯完成了对华的实验 但他显然无法赞同梅比乌斯的观念 所以在手术结束后 苍玄就带着单猪离开了梅比乌斯的实验室 而前文明最终也未能得到拯救 崩坏换出了毁灭的化身 中烟之律者 地球因而造的清洗随后毁灭 但如我刚才所说 前文明的人类没有灭绝 他们有着一项休眠技术 该技术让单猪 苍玄和华这些人躲过了中烟 活到了五万年后的本世代文明 他们来到五万年后的目的也很明确 那就是帮助这一代文明继续对抗崩坏 而单猪 苍玄和华接到的任务 被称为活种计划 活种计划的其中一部分内容是 将前文明的知识 传递给本世代文明的新生人类 当然他们也要承担对抗崩坏怪物的职责 在一开始 虽然在新文明生活的还算美好 活泼的单猪会给华讲述前文明的二次元文化 他喜欢手办 于是用连土给华列了一个新形象 这个形象叫做赤渊 赤渊和华本身差距非常大 这个具体体现在胸部 赤渊是单猪以华为原型创作的神话角色 因为单猪觉得华是英雄 希望新文明的人类能够记得华的故事 让华在新文明能够过上更好的生活 当然他创作的神话故事 也有一点传递前文明知识的功能 其最终目标 是让这个世代的人们 传承上一代文明的一切 华因为这些神话 和本身守护神州的行为 被神州百姓封为赤渊仙人 当初的姐姐苍玄 则是个彩礼 他的主要任务 是封印那些 装有前文明知识的魂钢 让魂钢能在合适的时候 被后人挖掘 并提升本世代文明的科技 这个工作还是比较容易完成的 所以闲暇之余 苍玄还研究了人类的经济体系 构建了一些土地 并准备了大量钱财 把华未来数个世纪的生活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前文明的幸存者 不止单猪 苍玄和华 在一开始 这些幸存的战士 偶尔会在一起聚会 氛围非常融洽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华的身体出现了问题 他在前文明接受的生物改造 让他拥有了一种叫做超义的能力 超义即为超级记忆 华可以事无巨细地 及其经历过的每一个细节 但这也让他大脑承受了巨大的负担 为了减轻这种负担 华可以使用名叫宇渡城的武器 分离自己的记忆 但如果这么做了 华就是把自己当作了对抗崩坏的工具 一切记忆过往 都成了他可以抛弃的东西 这是丹珠和苍玄不愿意看到的 和华不一样 丹珠和苍玄并没有接受特殊的融合改造 虽然他们的模型上有着蛇的元素 相关圣痕更是值得 丹珠和苍玄并没有接受特殊的 华不容易入一切 丹珠和苍玄并没有接受 还ittel销区 我们的写路里受丹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由于一些政策原因 这些命名被废弃了 大家了解一下就好 看完这些故事 相信有的玩家会思考 青春铁道中的当初 会不会有一个叫做苍玄的贪财姐姐 又会不会和云奇元帅华有很深的关联 需要提醒大家的是 青春铁道的当初和崩坏3的当初 毕竟不是一个人 他们可能共用了造型和某些性格设定 但故事是彼此独立的 如果两个故事中有相似的情节 肯定是双除狂喜 没有的话也无可厚非 希望大家不要过分地去期待两个作品的联系 以上就是关于当初的一些设定和故事 如果让你对崩坏系列了解的更多了 就点个赞支持一下吧 我们下期剧情解读视频再会 拜拜 by bwd6 by bwd6